那有人称基督教是排他主义 从护教上和教义上看确实如此 所以不予接受 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回应 比如说最明显的 福音具有排他性 为什么 除了我以外别无救主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介入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这已经把什么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这些神 其他的大师们 教主们甩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 已经排除他们了 要想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 独一的真神 除了信基督 认识基督一位以外 没有别的出路 使徒彼得在使徒信传四章十二节也讲了 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 使我们靠着他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别人觉得信你就得救 不信你就下地狱 好像上帝残暴 我们假设了大家都是 人人都是良善的 人人都应该进天堂 但是上帝比较狭隘和自私 狭隘到什么程度呢 信他的 他就高兴 OK 请进 然后不信他的就发怒 为什么 心胸狭窄吗 受不了别人的反对 所以就把他搞到地狱里 逻辑完全错了 前提是我们都是灭亡的人 没有一个人配进天国 不是我们本来有进天国的资格 结果上帝因为我们不信 所以给我们提下来了 拒绝我们 所以上帝心胸狭窄 称赞他的 接受他的 信他的都接受 所有反对他的声音 都给抹杀了 好像是个独裁的 我们就把地上的那种独裁的 狭隘的 有限的 罪人的形象 按照这种形象去勾勒上帝 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所有的人都是灭亡的人 上帝在灭亡的人当中 向一些人发出这种橄榄枝 这种邀请赐恩给他 让他能够信 然后领受救恩 那其他的呢 是顽梗不信 传福音给他的都不信 是他自己拒绝 不是因为上帝把他踢到地狱里面 他想信 上帝不让他信 不是 人本身里面 骨子里面就不信 上帝使我们信 然后使我们有份于基督里面的恩典 所以这是恩典临到了我们 所以这个一方面说到排他主义 但是不是那种专横的那种排他主义 所以你可以说排他主义 这是事实 但是你要说 你要说清楚 你心目当中所谓的排他主义 是不是我们说上帝是独断专行 强横的顺我者常逆我者王那种独裁者呢 不是的 真理本身具有排他性 你说真理这个也行 那个是你说的对 我说的对 你说的也对 大家都对 相对主义嘛 后现代的这种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真理嘛 大家自己各自认为对的就行了 你认为对 对于你来说是对的 好的 对于我来说这个是好的 所以各取所好 然后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了 对不对 所以印度教也是进入基督教所说的天堂 佛教也进入到基督教所说的天堂 大家殊途同归嘛 各按各自的去求告嘛 你称他为安拉 我称他为上帝 你称他为什么天主 他称他为什么佛陀等等 总之大家用自己的称呼去表达 共同的神 爬山一样 各自从不同的方向 殊途同归 不是的 真理就是真理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具有排他性 你说你太独断了 男人就是男人嘛 女人就是女人嘛 虽然现在是强调中性啊 不男不女 有的人是变性 从男人变成女人 有的人女人变成男人 有人是男的 自己认为是女的 有的人是女的 自己认为是男的 有人说别那么狭隘 我就是中性 超越这种狭隘的概念 男的也过于狭隘 女的也过于 就中性嘛 所以穿着喜好各个方面 都是你看不清楚 搞不懂他到底是男的女的 所以这就是模糊嘛 人堕落之后 就是喜欢把一些真理的界限模糊化 所以对排他主义特别反感 所以我们要留意 他所说的排他主义 是不是基督教本身具有的排他性 真理具有的排他性 福音具有的排他性 还是他所说的基督教那种狭隘的排他性